每上一店旗下的BioWare公司 推出过多款较好又叫做的经典游戏 而暗龙纪元系列更是以超庞大的起创史诗风格 让玩家激赏 毕竟一款RPG游戏 能让玩家玩上数百个小时还大呼过瘾 可见游戏制作精良 而最新作暗龙纪元2 也预计2011年初登场 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原本是身无分文的游民 蒙奇在一代游戏中因为招捧邪灵入侵事件而生还 在接下来游戏故事的十年中 玩家得做出艰难的道德抉择 召集最厉害的盟友 累计名声与财富 在历史上奠定一席之地 而玩家进行游戏的方式 将逐步鼓出永远改变世界的精彩乐章